陈东创作的遮天 后期制作小白菜 第七十六集 灵徐洞天的掌门心中苦涩 没有提前禀告遥光圣地 结果依然什么都没有得到 早知如此 不若送出个天大的人情 他赶紧详细解释 第一宠神藏道经不翼而飞 只留下一个空盒子 没有人看到真经 意外先打开了第三宠神藏 妖族大帝的心脏也破空而去了 如今只剩下第二宠神藏 刚刚剖开一半尽致而已 料想东荒人族的质宝还在里边 此外妖族大帝生前使用过的那些妖族重宝 想必也有一些 那卷道经竟然不翼而飞 怎么会这样 遥光圣地的强者还有荒谷世家鸡家的人 全都一顺不顺的盯着灵虚洞天的掌门 似根本不相信 灵虚洞天的掌门心中发色 在东荒还有几部古经 开与道经相提并论 据说皆掌握在那些圣地与荒谷世家的手里 他们已经有了那样不次于道经的仙殿 却依然想要抢夺这卷古经 灵虚洞天的掌门 只能在心中叹气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们确实没有见到 就在这时 遥远的天际传来阵阵悠扬的仙月 十几名女子偏然而来 正好从叶凡头顶上空飞过 让她心中一惊 这十几名女子全都白衣胜雪 虽然谈不上绝美 但是个个轻力出尘 不沾染尘世的气息 她们轻盈无比 偏然飞至 像是灵波的仙子 又如起舞的精灵 不食人间烟火 超尘脱俗 有的人轻轻吹笛 悠悠扬扬 非常动听 也有的人浅笑盈盈 让人如沐春风 这些眉目如画的女子 个个都如折仙一般 带着一股出尘的气息 叶凡一阵惊讶 觉得这才是她想象中的秀仙者 看起来空灵 而又飘逸 欲红而行 超脱尘世外 逍遥天地间 想不到啊 连九部出世的 瑶池圣帝都被惊动了 料想用不了多久 东皇其他各门各派 都将蜂拥而止 瑶池圣帝向来与世无争 这次想争夺 瑶族大帝的医保吗 瑶光圣帝 与荒谷世家鸡家的人同时出言 既是向十几名轻力的少女打招呼 也算是一种试探 我等不过是路过而已 发现此地妖丽浩瀚如海 便过来一探究竟 不曾想 遇到了各位 一名白衣女子浅笑 随后又露出郑重的神色 想不到 是妖族大帝的坟种出世了 料想在接下来的几日里 必将震动着遍东荒大帝 无尽的门派都遣人前来 远处 叶凡非常吃惊 瑶光 畸形 瑶池这些字词 可都不一般呢 尤其是瑶池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 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想不到 在这星空的彼岸 竟也是来头甚大 烟地 不过是一鱼之地 在东荒 不过是沧海一粒 如果消息传出去 这片废墟 必将被无尽修饰淹没 此刻 最失落的 莫过于灵虚洞天的掌门 圣地与荒谷世家接线 他知道 这一次恐怕将男友收获了 根本无法与这些庞然大物相争 荒谷世家 机甲的一辆古战车 隆隆坐响 碾压过高空 让天穷都在颤立 快速远去 瑶光圣地的人 见状全都变色 一名老人 急忙命令身边的两位修士 你们赶紧返回圣地 禀报上去 派遣强者来源 瑶帝粉种出事的消息 不可能掩盖下去了 必将震动整片浩瀚东荒大地 不久后 定然会有越来越多的门派赶来 其中肯定少不了 与他们并列的荒谷世家 于圣地 机甲与瑶光圣地 不得不求援 你我几家联手 赶紧破开腰地粉种 将里面的重宝取出 如何 瑶光圣地的一位老者 看向机甲的强者 又望向瑶池圣地的 十几名女子 最后也清扫了一眼 灵虚洞天的掌门 好 正该如此 机甲骨战车上的强者 闻言后 立刻点头称是 瑶池圣地的十几位女子 空灵而又飘逸 一个个轻力出尘 似不想参与这场争夺战 全都向后退去 为首的那名女子 轻起红唇 我等不过是路过而已 并不想争夺 妖族大地的遗宝 既然如此 我等并不强求 我们两家联手 破开妖族大地的灵寝 瑶光圣地 与机甲 罢不得瑶池的人退出 虽然妖帝分种 藏有诸多重宝 但是没有人嫌灵宝多 参与的人越少越好 里长们 你也带人过来吧 瑶光圣地的一位老人 淡淡地 向远处扫了一眼 灵虚洞天的掌门心中苦涩 定全力以赴 瑶光圣地老者点头 你们灵虚洞天 已经出了不少力气 打开妖地坟种时 定会让你满意 当下 二十几位强者 再次进入妖地坟种 想要彻底打开这座荒谷的坟墓 轰的一声 五色神域铸成的古墊 不断地摇动 绽放出一道道多目的光滑 让这片天地都在跟随颤动 好像有些不对劲儿 妖池圣地的十几名女子 在远处观看 此刻 她们揭露出异色 古墊那些妖纹 似乎越来越明亮了 那些古字 好像有生命 全都在颤动 似要偷避而出 古墊上的那些妖纹 全都在绽放异彩 龙形蚊子 如一条条小龙在扭动 凤形蚊子似欲展翅飞出 玄龟形蚊子 更是滚动不已 妖帝分钟 弥漫出一股神秘的气息 强大的妖力 在慢慢凝聚 古墓蒙上了一层 迷蒙的雾气 不好 这妖族大帝的灵情有古怪 来自摇池圣地的十几名女子 全都露出吃惊的神色 她们感觉到 越来越强盛的妖力 渐渐的如汪洋一般 慢慢的汹涌了起来 妖光圣地 与姬家并不是所有人 都进入了妖帝分钟 守在外面的人 也感应到了这种变化 脸色骤变 冲着里面贺寒 不好 灵墓有变 快快退出 不用他们贺寒 里面的人已经知道大事不妙 走在最前面的几人 突然化成血雾 一切来得如此之快 根本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刷刷刷的 所有人全部快速后退 深化神红 向着出口冲去 妖帝分钟内突然亮起无尽光滑 最后面的几人当场燃烧了起来 惨烈挣扎 但是却根本没有用 鱼一瞬间化成了灰烬 快走 快走 灵虚洞天的掌门 与两位太上长老显而又显地冲出 妖光圣地与姬家也分别冲出了四五人 其他人全都被封在了里面 就在这一刻 古殿的大门缓缓地闭合了 可以透过未来的及彻底关闭的缝隙 看到里面的部分景象 光滑璀璨 被困在里面的人难以动弹一下 全身都透明 血液在燃烧 五脏六幅快焦糊了 接着是血肉与骨骼 也于刹那间化成飞灰 他们死亡前那种恐怖的表情 让所有人都感觉真正恐惧 尤其是刚退出来的人 漠不心惊胆颤 如果再晚一步 他们也是那样的下场